许可欣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 这是一个可以与方方成蕾并列的名字 许可欣原本只是一名极节无名的留学生 但在去年疫情期间 因为其在网络上辱骂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先生 遭到了网友们的大规模声讨 在之后的口水战中 许可欣嚣张跋扈并扬言不再回中国 可就在不久之前又传言称 这个辱骂英雄愁眉洋外的留学生 将改名许丽娜高调回国 并且口述狂言 国内没有人敢动他 这则消息很快便在网上掀起了一阵舆论荒潮 曾经不回国的言论 化为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狠狠地打在了许可欣的脸上 人们在关注许可欣改名回国的同时 不免心存疑虑 许可欣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背景 才能使他的企业如此嚣张 随着网友们对其背景的不断深挖 关于许可欣的身世 说法也层出不穷 早些时候 许可欣在网络上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 他称自己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 与自己个人的努力毫无关系 仅仅是因为父母的关系 和苏州的优越资源的支撑罢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得出 许可欣的父母在教育孩子这方面是失败的 没能为许可欣树立正确的三观 才致使其不断口出狂言 又或者许可欣的三观 真是因为有父母的影响 才会如此扭曲 关于许可欣的父母 网友们的猜测大致分为三种 一种是许可欣辱国言论 闹出如此大的波澜 早已脱离了他们的掌控范围 所以便躲了起来 不敢发声回应 第二种可能是 许可欣的父母已经被带走 接受调查 根本无暇顾忌许可欣 第三种 可能则是许可欣的父母 确实来头很大 许可欣的事情不断地被他们压下 如今回过头来理性戏事分析之后 我们不难发现 许可欣辱国事件是极其恶劣的 不仅她的母校与其划行界限 甚至就连教育部副部长孙小也严肃批评了此事 就算许可欣的父母人脉宽广 可他们要面对的是无数网友的声讨 这种情形下 一两个人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回顾事情的发展过程 我们发现 许可欣在遭受到网友们的炮轰之后 曾经发声道歉 但在那份道歉声明之中 却看不见一丝一毫的诚意 不久之后 更是网友爆料 他在与他人聊天时 曾说冷处理就好 过三天他们就忘了 这样的言论让不少网友跟他彻底杠上了 每天都会准时打卡维持世界的热度 或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许可欣一度拜托自己的同学发声 希望网友能够放过他 许可欣通过这样的方式求饶 已经足以证明 他正在为他的言论付出代价 在这位同学的描述之下 许可欣的处境 乍一听稍显可怜 但谁又有资格替逝去的英雄 奔赴在一线的防疫工作室 以及国家和民族去原谅他呢 况且许可欣也并未有所收敛 随后他仍旧我行我素 不断在国外社交平台上 发布诋毁中国的言论 那么许可欣究竟是哪里来的底气呢 许可欣的底气来源无非两种 一是他知道无法轻易得到原谅 索性破罐子破摔 划重取宠 赚取更多的讨论度和流量 二是他的言论 引起了某些境外敌对势力的注意 这些境外势力为他提供的保护伞 这才让他为所欲为 对比方方成雷此类损害国家利益的人 我们不难发现 他们身后都有境外势力在背后撑腰 但即便如此 也不表示这些人永远都能为非作戴 由此可见 许可欣的下场也并不会很好 无度有偶 除了许可欣以外 以同样方式在国内出名的 还有杨淑平 杨淑平和许可欣 一样都是留美学生 在马里兰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杨淑平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上台演讲 为了获得绿卡 杨淑平在演讲中称 自己的家乡云南昆明空气污浊 自己因此患上了严重的呼吸病 在前往美国时 为以防万一携带了大量的口罩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走下飞机的那一刻 才发现美国的空气是那么的清甜 这样严重不符合事实的言论 获得了美国学生的欢呼和掌声 当他演讲的视频被传回国内时 立刻被传遍网络 结果可想而知 杨淑平的言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杨淑平不以为意 已经在美国人的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之后在美国的视野也像一帆风顺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国内网友对他的评价 很快就传到了美国 一个为了前途对自己家乡 进行恶意诋毁的人 无论到了哪里都不会惹人喜欢 杨淑平周围的人很快就疏远了他 他任职的单位也因此将其炒鱿鱼 并且再也没有任何单位 愿意聘用他 脸面丢尽的杨淑平不敢回国 只能在美国勾结偷生 然而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杨淑平受到了排挤 再也无法在美国待下去了 只能狼狈地逃往韩国 起初杨淑平凭借着高学历 得到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 但是当他的事迹传到韩国之后 他的口碑再一次崩塌 再加上疫情 对韩国的不断冲击 韩国也选择将其扫地出门 如丧家之犬一样 被迫回到中国的杨淑平 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在网路上嘴硬 企图挑起网友们的仇恨 以此来维持自身的热度 但这一次 谁也不愿意再搭理这个 在国内毫无力追之地的 跳梁小丑 而徐可欣改名许丽娜高调回国 不过是在华盛取宠罢了 他们同样是留学生 同样诋毁自己祖国 唯一不同的是 杨淑平已经饱尝苦果 徐可欣还没有得到惩罚 国有燕子实处 为祖国宁折不弯 有文天祥铁骨争争 宁死不屈 同时也有秦桧 卖国遗臭万年 中国人民会记住每一个英雄 也会记得每一个背叛者 徐可欣想要通过改名幻境 来逃避应有的惩罚 无疑是痴人说梦 无论他背后有什么依仗 无论他有什么人在支撑着他 他都会面临着中国人民的审判 不知道对于徐可欣 改名高调回国这件事 屏幕前的你是怎么看的呢